欢迎您准时收看和收听环球聚焦的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我们上一期的节目 我们继续邀请李比信先生 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的前会长 也是清华大学校友会的前会长 同时也是我们的时事政治评论员 李先生您好 是主持人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先生其实在上一期节目 您就谈到一点 其实在您的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您认为朱立伦这一次北京行 有点笃定他不想参选 为什么 我想其实我们来讲现实的 2016年选不选的赢 事实上大家心里都有个底了 那这个 起码有个基本的估算吧 是所以我认为国民党的眼光是放在2020 也就是大家的这个 大家的盘算嘛 或者是大家的算盘 都是放在2020 那国民党里面就缺少一个像那个蔡英文 蔡英文在2000这个 就在上次 2008 2012年 2012年的时候 他当了一次炮灰 但那次炮灰让他能够有一个东山寨 当然你看这个炮灰一路走来啊 可以说是惊涛害浪 他应该算是民进党的英雄哦 你看中间苏贞昌也要卡他 多人都要卡他 那也就是说他这个炮灰 很多人当了炮灰就一蹶不振了 就从此再也不起来了 但是蔡英文这个炮灰还蛮算是个艺术 虽然苏贞昌这么打压他 或者是说党内所谓四大天王 也没有人再支持他 但他还是一路走来 这么快的时间 把这个炮灰啊 重新又整理一下 变成是一个看来2016年 蛮有希望的一颗旗子 那反观国民党 国民党 大家都觉得2016年 恐怕这个 如果今天机会很大的话 早就叫做 你分分都抢出来了 每个全都跳出来了 而且一定是刀刀见血 那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不一样 国民党都都是暗砍的嘛 这个暗中戳你一刀 那样的事情早就发生 怎么现在完全都没有 因为大家的算盘都爱看 那当然在朱一伦的眼光里面 跟他的眼睛里面 放眼过去2020到2024啊 最有希望的还是他嘛 看来看去最有可能的也还是他嘛 那既然还是他 我们说我们不要看近不看远 看低不看高 你要把眼光看得更红远一点 那怎么样到2020年的时候 还能够保全自己的实力 那我想这是朱立伦 他在打的第一个主意 第二个主意呢 如果蔡英文真的选赢了 实际上这个大家都在意测的嘛 大家想看都可以知道 这个蔡英文肯定上来 两岸政策一定是搞不定的嘛 那两岸之间也恐怕会面临一个 很大的关系的一个转折 那我认为习近平有一点叫做引蛇出洞的味道 我就让你台独的实力就发挥出来嘛 那当你全都浮现出来的时候 在一次性的做一个清扫 或者是做一次性的一个了断 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叫每次烧一点砍一点烧一点砍一点砍一点 很怕叫做没完没了 那我觉得习近平他在打的一个主意就是 干脆就让你一次发出来 就像发枕子一样 发出来的时候再做一次性的清洗 那是不是来得更简单明了 好那在朱立伦来看 那如果蔡英文现在上来做一次性的清洗 肯定会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洗牌 到时候国民党在趁势而上 不是叫做十拿九稳这个机会就比较大嘛 我想大家的算盘也都是算在这里 那关键是说那他逃得掉2016年这一关吗 那这样的一个力量相拱他 他能够避得了吗 所以其实你看现在台面上的作风都是这样子 朱立伦按兵不动 就等着吴敦义跟王金平会不会跳出来 他们只要一跳出来 他只要在顺势推舟 或许他就逃掉了 但是王金平跟吴敦义也不是省油的灯 那是两个都现在都没有宣布 那为什么我要先跳出来 我要等你先跳出来我才要跳出来 那也就是说大家都在比看谁按不住气 那个牌先露出来了 露出来当什么 露出来去打一个好像没有机会 没有把握的一个仗 我想是现在的一个客观的情形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有一个人蛮有意思 王金平一直在暗中的运作嘛 毕竟他立法院院长已经告一个段落 他显然是做到头了 是 那是不是王跟吴到后来会有一个动作 帮朱立伦解套呢 那其实很多东西你看起来好像是互相竞争的 明的是这样 但实际上有的就是各取所需 那王跟吴到时候会不会帮朱立伦解个套 朱立伦拼2020 那16年由他们两个出来 把现在局面给划了呢 但是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不能太早曝光 太早曝光马上那个反弹的力量就出来了 也就是永远让别人猜不透你的旗 直到之后一分钟 国民党的初选即将要截止的时候 那个蓄力跳出来 反弹的声音到那个时候也就只能所谓接受既有的一个事实 所以文党本身我想大概他们的算计就是在这个样子 那真正的眼光一定要从 要看到2020年 你才能会看得到这些人 他们都是在安什么胎 打什么棋 做什么算盘 可是不管怎么样 你像刚才你特别提到蔡英文 蔡英文有当年2012年的一搏 才有今天民进党大家为他独尊的这样一个局面 如果你朱立伦你的党主席选的就你一个人没有竞争 等于大家拱你上了选成了党主席 而你在国民党最困难的时候 你不替国民党冲锋陷阵 你要保存你的2020年的机会 你在国民党也是明星技师啊 也未必得算 而且不要忘了 如果国民党2016年选输了 你国民党党主席你是做不成的 你也要下台 这核算吗 其实在朱立伦他还有另外一张很重要的牌 至少他现在还是新北市的市长 新北市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县市 他拥有许多的一个票员 人是这样子 你不要到时候两头落空 这又是当初跟蔡英文不一样的地方 那是 蔡英文那时候手上没有任何的资源 反正 我就是个党主席嘛 我就是个王老五嘛 是是是 输光了什么也没有 但是在这个朱立伦的一个想法里面 我不要到时候输到叫做一绝不振 连一个后退的一个基地都没有 那至少现在新北市啊 还是他一个可以在整军待发 有所耕耘的一个地方 有个舞台了 那我们今天来看 假如今天朱立伦带新北市的市长去选 他已经选不到的 一定选不到的 因为台湾人民觉得你没有那个信心 没有那个决心 你根本就没有破不成都的这种决心嘛 那你真的辞掉去选 那搞不好你两个全输 新北市市长没有了 总统你又没有选到 那到时候连党主席也没有了 是不是三个全都没有了 那我们说两害取其亲嘛 那我今天我不选至少我还有一个新北市 而且党内放下去又是属我的呼声最高 会不会辞党主席呢 恐怕也是未定之天啊 那如果到时候能够保存实力 留到2020年在东山再起 那如果到时候蔡英文真的又被习近平 引蛇出洞 狠狠地砍他 这个把这个台独势力全都铲除了 是不是到时候叫水到渠成呢 那不过啊 台湾岛内有人给诸人解套 他这么解套的 他说国民党如果初选完了 5月16号吧 初选完了 6月份要宣布这个最后的国民党的 2016的候选人没人 包括红球柱在内 所有人都退选 没有人 然后党中央做出决定 征召朱立伦参选2016 朱立伦连推的资格都不能推 我是认为 当然大家现在都可以有各的看法 想了各种会可能的一个形式啊 我觉得更一个 我们说嘛 好汉不吃眼前规嘛 这个赢得一时 但是你个人的眼前规啊 对国民党来讲 不一定是好事啊 当然啊 但是我们刚刚讲了 朱立伦他是学会计出来的 是会算 你看朱立伦很多的出手啊 有的时候他都是经过盘算的 而且你说出手是那么精准 我不知道 有时候机关算尽 反而会算坏掉 那是不是这时候 他需要有一个悲情牌 一个热血 那会不会到了最后一分钟 他热血澎湃的愿意下来当炮昏 那也是未定之天啊 但是以从朱席会他的表现 以及最近他的一个做法 以及这个党内的几个大佬 像王金平啊 吴敦义啊 这个几个人也都暗兵不 其实暗兵不动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你往下想得更深一点啊 会不会吴王朱事实上 早就是一派了 嗯他们可能瞧好了 朱已经讲好我不选 朱立伦说我不选 但是王金平跟吴敦义 要到最后一分钟才能表态 那样反弹的势力才会降到最小嘛 是不是每个人都已经 其实很多东西你看不动 基本上是已经决定了 只有像什么杨志良啊 这个洪秀柱 是不是党内有个力量运作他们出来 叫引人的注意 不要把太多的压力都放在王金平啊 吴敦义跟朱立伦上面 让他们去运作运作 大家都绕着他们看 压力就不到他们身上 会不会是朱立伦不选 然后王金平跟吴敦义 或者是吴敦义跟王金平 已经准备 早准备搭档要选 只是等到最后一个才要发出来 以我对国民党的观察跟了解 这个也是一个蛮有可能的一个选项 那当然他们也知道 16年也不好打 那打赢了天下是他们 打不赢了 那至少朱立伦还可以养金蓄锐到2020嘛 那这也是蛮有趣我们可以看的地方 国民党会不会征召朱立伦 那前提是 你刚刚讲的这个征召是 前提是王金平跟吴敦义不选 对都不选 我认为这两个一定会有人 一定会有一个会跳出来选 那当然如果真的 其实当要征召的话 这场选战已经输掉了 你认为征召本身 当走到征召的时候 这个选战已经输了 你说你没人敢去跳下来 那你还没打 你已经士气都没有了 我觉得现在不是没有士气 现在只是大家都是在等 那当然王金平跟吴敦义 吴敦义跟王金平也在等 是不是朱立伦真的不选 那你想想看 我们换个角度来讲 今天如果朱立伦真的要选 那等于是我们自家人在厮杀 那不是犯了大忌 如果说今天吴敦义挑出来说我要选 到时候朱立伦逼着刑事 也出来要选 那两个人一厢较劲不是伤了何其 可是吴敦义是公开说了他不选 那很难讲 好 我们到底看还是很难讲 还是说虚晃一枪 还是真的真心实意 您特别提到国民党的 除了朱立伦以外 现在最有可能两位候选人 吴敦义和王金平 我特别注意到台湾媒体 特别是一些泛兰的朋友们就公开那么说 王金平如果出来选 我们投不下去 而且马银九现在是在不同的场合都在拱朱立伦出来选 甚至马银九说朱立伦可以代志才选 你也不会丢了新北市 就是不管国民党输不输 王金平别出来选 那王金平出来选 马银九很尴尬 马银九要不要复选 你怎么看 其实首先我们这件事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 马银九跟朱立伦是对立的 一个是有党 一个是执政的 基本上这两个人的角色 在我来看这两个人是对立的 当马银九要挺朱立伦的时候 事实上他是在害朱立伦 就你要抹着我的看法 那这两个人 你可以发现这两个人并不是对盘的人 马银九跟朱立伦 所以当马银九说好你出来选最好 我一定支持你 那朱立伦头脑一定会在想 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后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招出来 再来第二个 在国民党里面要选总统候选人 你大概需要有三块 你必须要搞定 第一块当然就是党一定要支持你 对啊 党内的也支持你吗 党不支持你 你怎么去选这个总统 那第二个就是执政党 就执政这一块一定要 你看九合一大选 这些人就是因为执政不利嘛 所以这些县市长全部都下来 像那个新竹市市长他的政绩也很好 为什么他会选输 因为行政机关他没有表现好 他没有支持你你也做不到 第三个才是社会有没有支持你 所以基本上它是三块 党执政跟社会嘛 那我们用这三块去来看所有的人 最符合条件的是朱立伦 那是 但是朱立伦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睛 我认为他是在看2020 有道理 那我们再来看 王金平啊社会对他还还可以啦 但是党方面深蓝的可能对他并不支持嘛 那同样的那执政方面 马英九也肯定不太支持他嘛 所以王会当政的我很怀疑 那我们用这个公式去套在吴敦义上面 因为吴敦义社会对他的支持可能没那么高 但是党基本上他才当过党的副主席啊 那马英九也曾经支持他 你也看到吴敦义跟朱立伦的互动还好 在行政团队他是副总统啊 那行政团队一定也支持他 所以比较起来虽然吴敦义 你并不那么看好 但是你用这个公式套下去 他的机会也不小 所以最后一定是吴敦义跟王金平 我觉得这一块一定 尤其如果他跟朱立伦他又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大家一起来解套的话 那下来的起因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了 那国民党是这样 因为这三个都是非常重要级的人物 任何一个人出来 另外两个去用他的势力就会出现 那就会造成反弹 所以我是他们啊 我就等到最后一天啊 让你们所有人都反应不一定 你看很多人 这个青年男女啊 怕父母反对 最后一天先斩后奏 先结婚再讲 是这种方法 那到时候是不是反弹都最少 目以沉舟生命煮成熟饭 那你这种力量的反应就不会这么大了 不过看来这个国民党 应该说国民党 一直用一个字 一个成语说人才济济 可是一到2016大家发现说 能够摆上台面的人还真的不多 不像以前好像 国民党就是缺乏了2008年 像当年马英九那种 供主的这种人选 其实成就马英九的是陈水扁啊 那是没有错 你说到点上了 是这个当时执政党的太差 陈水扁是马英九的大贵人 没有陈水扁 马英九怎么可能会选的 如此顺利 就是势如破竹啊 那问题是说 现在马英九反而似乎也有点成就的 这个蔡英文这个 这个 对啊 现在是这个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而且谁也说不清 但是不管怎么样 马英九手握了行政资源 又是国民党的前主席 还有很多马明佑 马英九对候选人的支持 对国民党的候选人 非常的重要 对 所以我想就从这一点啊 王金平这个人 可是看透世间的人 利害关系 他怎么不会知道 所以王金平想是想 机会也到了 但是 他是不是真的会这样选 我非常非常的怀疑 那我觉得 国民党里面是这样 最不出声的人啊 反而你又要注意到 像唯一不讲话的人 我看是 是这个吴敦毅 对 他只说了 他也明确表态说 他不选 他不选 可是谁都说 他说他一直在这个做功课 一直在 他有一个自己的竞选总部 一直在运作 而且他跟自己 有人甚至了解他的人说 他跟自己当年选立委的 那个支持者都还有联系 就说明他的布局之深 自己的想法之远 但是不管怎么样 其实说起来了啊 我也这个主要 只要你关心台湾的政情的话 都不能忽视 就是吴敦毅这个人 吴敦毅这个人 吴敦毅无论从立委 还是做了行政院 还是做了马英九的副手 应该说吴敦毅的争议并不大 吴敦毅可能唯一的麻烦 就是马英九带给他的麻烦 马英九执政不力 但也牵扯到了 吴敦毅 你这人做的也不怎么样 但是从吴敦毅个人来看 其实他在国民党内论资历论能力 论他的这个国民党的里面的声望 应该说2016他是个比较合适的人选 您怎么看 其实就像主持人刚刚你讲的 很多很多的时候 当然今天朱立伦出来 这个盘算大概就 有另外一回事 当朱立伦不出来的时候 吴敦毅我想是一个大家觉得 我们叫做最大公约数吧 就各方面凑在一起 那只是吴敦毅要怎么安排王金平 吴敦毅怎么让这个朱立伦放心 吴敦毅跟马英九还不错 所以我相信 最重要是他跟这几个人的 这样一个互动能够搞定 毕竟你要选 你要选举仇人越少越好 那是 王金平那边也还是有一票支持他的人 如果画这个支持的力量 变成是自己的助力 恐怕是吴敦毅他现在在盘算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我们来看 我觉得机会最大的 吴敦毅的机会是 我觉得他出现的机会是蛮大的 因为看来 说实话 台面这些人 郝龙斌说实话 有条件 但是 他们连动作都没做 对 连动作都没做 因为郝龙斌也知道 2016不是他的菜 你的台北市实在是差一点 而且在国民党内 你毕竟曾经 作为陈水扁的内阁的阁源 这一点在国民党内部 还是有一些声音的 特别是作为来讲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有人现在有种说法 说这个最理想的做法 国民党是无足意出来说 我选 我就选一届 请宋楚瑜出任行政院 就是说我明确把2020交给朱立伦 让宋楚瑜来出任我的行政院 说这是国民党最有可能 还有一搏的一个机会 您怎么看 我觉得台湾人民并不吃这一套 台湾人民基本上很像美国人的换车 叫喜新厌旧 该下车就下车了 你看这个美国人开台车 尤其租车的人 开个三年 中国人是比较练就 美国人大概三四年就换一台车 我觉得这个 台湾人民对于这个政治人物的喜好 就像这个租车一样 时后到了就要换台车 那毕竟还有台新车 那我觉得这也是国民党现在碰到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的一个所在 也正是为什么这盘棋这么容易看 因为现在叫人心思变嘛 那这个我倒是觉得2016让民进党出头看 看他们到底能够做成什么样 那是不是真的用他的方式去做两岸关系 真的有一条出路 未必是坏事啊 那如果到时候就像我们说引蛇出洞嘛 整只发了 你把那个最不可能是就是所有大家所期待 想象的事情都发现并不是那样的行 并不是这样做的时候 或许下来的路会更好走 这也有时候塞翁失马焉之非福 看来朱立伦是笃定了自己 觉得2016机会不大 还是希望能够 做六年的计划 对做这个往后算 因为当然了 作为个人算计来讲 又要回到这个国民党的问题 其实国民党 您在这个节目上也能谈过 马云九对国民党最大的贡献是 带领国民党2008夺回政权 但是马云九对国民党最大的一个伤害 就是他把一个国民党 变成一个选举党 现在国民党的很多党员们 忠诚度越来越低了 我正在朱立伦的一个角度 我新北市做满四年 刚好做到2014 做到2014 16 16年要选总统 那我县市长可以做到2014年 2014 15 那时候再经过一年的一个调整 又可以整装上证 那基本上我觉得这是对他伤害最少的 但现在如果他出来选总统 新北市没选上 这个总统没有选上 党主席要辞职 那三个全失 那比较起来 我相信作为一个精算师 大家也知道这个选择应该要如何 但是你可能会赢得国民党对你的拥戴 毕竟你是破釜沉舟为了国民党 为党做点贡献 也是一个党主席应该做的事情 当然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这时候需要有个解套的人 我们说这个周瑜打 周瑜打环盖 一个院打一个院 就是现在要有一个像环盖这样的人 能够帮他这样一解套 那是不是已经解套 我觉得已经解套了 只是大家在按兵不动 等待最后的时机 万事皆备只劝东风而已 好 那我们就看 朱立伦会不会出来选 朱立伦选又会怎么样 不选又会怎么样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目前国民党的声望和人气来看 朱立伦是不二人选 因为从各个方面来讲 朱立伦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责任 但是毕竟国民党是每一次 选举只是一次嘛 即便做了大位也就是四年或者八年 但是国民党这个老党还是要经营下去 如何让一个党有持久的一个战斗力 能有一个能上能下的这样一个适应的能力 最重要就是说一个党还是要有一些理念 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我们请教李比进先生 国民党这次是不是真的一无是处一塌糊涂 国民党在立委选举中是不是还有机会 2016大选人选得好 对立委的席次的多寡是不是也有影响 谢谢大家 都可以 好 们下期再见 对 对